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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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我就是一個非常沒有自信的小朋友 可能是家庭背景 跟成長環境的關係 會讓自己封閉真實的情緒 但是我後來接觸演戲之後 我發現其實童年的那一塊 對我來說影響是非常大的 我會怕別人看到我脆弱的那一面 我就開始學會去聽自己內心真正的聲音 不是去隱藏它 而是去解決它 就是我還沒有接觸伴馬之前 我幾乎是沒有在跑步 我也不覺得自己 就是在運動方面會有什麼樣的成績 跑步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心靈溝通 就跟人生生活當中發生了很多難關 或者卡關的事情一樣 你只要衝過了 或者是牙一咬真的就過了 沒有什麼難得 我自己是有那種不服輸的精神 所以當我在看到負面聲音或批評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我為什麼要被你們講中 然後我還想要贏你們 讓你們知道你們的批評都是錯的 並不要覺得 你真的全然都不夠好 告訴自己說 我就是要努力的去 突破很多很多的限制 你一定可以找到你的自己的特色 要活出自己的風格 我自己為我接下來的目標跟夢想 是希望可以開一個演唱會 在小巨蛋 然後在演戲上面 我自己希望可以得到一個肯定的獎項 代表那個時候的我 應該是成為了一個非常自在的演員 任何一個表演或什麼身體再怎麼累 我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我表現不好 我覺得那個心才是最累的 我對夢想的定義就是 努力是不一定會有收穫的 但是不努力就不會有收穫 所以不要想那麼多 做就對了